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吉祥 主义 主义 然后我说 自闭政协会 乐陛天使帮不帮 帮 贫图讲堂 高原美饰馆 帮不帮 帮 帮 这些画作呢是 有身心 身心在来的 就是 的同学来做参战的 今天 感谢你们 给我们这个心儿 有这个 机会发表他们内心 怎么想说 说出来 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 他只有用画画 表示他们内心的话 感谢你们 我在军队 我们连长要我带兵 他跟我讲一句话 观众国 不要怕 不听话 甚至听话都没有关系 就这样 才开始慢慢慢慢的 就稍微敢 在众人的面前 稍微敢讲话 所以 所以 到这边 展出 就是展出他们的自闭症的画作 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尤其是 刚刚主任有讲到一句话 其实我们 其实最近在做参展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办画展 那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初心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 应援机会的缘分 也很重要 自闭症协会 他们这次的展览当中 我们同心话语 他们在讲的说 不是不说话 只是让话去说 那 首先要先感谢佛光圆美术馆 给予他们这次的机会 那所谓的他们 不是不说话 其实他们会说 只是说有时候 言语的表达上 不是像我们一般人 这么的伶俐 所以说他们透过画的方式 去做了他们言语上的感谢 那在话语 在画的当中 他们会用线条级颜色 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个感受 所以说在这次 所有的小朋友当中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独特的一个风格 跟一个个性 所以说每个人 虽然同样老师都是这样子在教 可是每个人所创造出来的 这样的画面线条色彩 都精彩丰富 让大家都 这个 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创作人员 其实他主要就是要讲的就是 想要让大家表达 其实这一群小孩跟 我们一般的小孩都是一样的 这边在瑞公公学校这边 处所轮这边的小朋友 这一次他们老师在教他的方式 是利用各样的媒材 然后让小朋友透过手捏的方式 他们好像听说是用气球去压 然后让小朋友自己去挑色去选色 所以说在这个每个过程当中 小朋友他会随着自己的心情去 去画他所想要表达的色彩 跟当下的一个感受 听说他们在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气球的这种触感 有大力跟小力所压出来的 整个画面的这样的效果 呈现了不一样的多彩多姿 那有的小朋友做起来像花园 有的觉得像水井 有的觉得像一个布一样的感受 所以说这是蛮 在这次作品当中也是蛮一个特别的 一个创作的表现形式 他们这个系列也是蛮丰富的 他们去表达了屏东 一些特有的农特产 花卉还有一些妙语文化 那透过小朋友的眼光去看到了 在他们的眼中 这个社会 花卉还有一些妙语文化 那透过小朋友的眼光去看到了 在他们的眼中 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 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意象 其实跟我们一般小朋友不一样 所谓的不一样的点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这个颜色 色彩 线条 而产生出来的这种画面 会让我们觉得说 原来我们还有这样 不一样的一个思考角度 让他们整个画面的一个 丰富度跟精彩程度 产现了不一样的一个持续感受 hundred and thir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